大家好,我是娟娟姐 今天我们来勾一下这款喜气洋洋的红灯笼 大家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小物件 挂在任何你喜欢的地方 我呢,打算把它送给老公,挂在车上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勾一下这款红灯笼 接下来我们先勾一下灯笼的主体部分 第一圈,环形起伸的方法勾六个短针 把线在手指上面绕线一圈 右手捏住交叉处 左手把线搭好 然后换左手捏住交叉处 勾针穿进去 绕住线,拉过来 然后呢,再绕住线,拉过这个线圈 这是一个变子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 接下来我们开始勾短针 首先需要把勾针从圆里面穿针进去 压住线,拉过来 两个线圈并在一起 这就是一个短针 第一个短针针眼,做好标记 短针针眼呢,呈现出一个V字形的这样一个形状 接下来勾第二针 穿针,勾住线,拉过来 然后并针 第二针就勾好了 第三针 接下来 第四针 按这个方法勾好六个短针 短针呢,用字母符号X来表示 好了,勾好这六个短针之后 大家看一下,有对应的六个针眼 把这个线尾用力拉紧 这样会形成一个小的圆片 然后我们进行一下首尾相接 就在我们做标记的第一个短针针眼里面穿针 横着穿过这两根线 线尾横在上面勾起来 把线勾住,拉过来 直接带到后面线圈里面去 然后拉紧 这就是一个引拔针 每一圈勾好之后都需要这样引拔连接 接下来勾第二圈 先勾一个辨子针 第二圈呢,我们需要勾六个短针的加针 短针加针呢,用字母符号V来表示 首先我们在第一个短针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第一个加针 也就是我们刚才做标记的这个针眼里面穿针 穿针进去 先勾出一个短针 做好标记 接下来还从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再勾上一个短针 这样的话呢,第一个加针就勾好了 接下来勾第二个加针 在第二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两个短针 好,接下来呢 我们把剩下的四个针眼里面全部勾上加针 一个加针呢,等于是两个短针出自于同一个针眼 那么第二圈勾好之后呢 我们会由第一圈的六个短针直接变为十二个短针 对应有十二个针眼 好了,勾好这六个加针之后 和第一圈一样进行一下引拔连接 第二圈就勾好了 接下来勾第三圈 第三圈呢,还是先勾一个变子针 作为短针的起立针 第三圈我们是按照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的方式重复勾六次 在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勾上一个短针 缩好标记 然后第二个针眼里面穿针,勾上一个加针 也就是勾上两个短针 这是一个组合 一个短针,一个加针,这是一个组合 这一整圈呢,需要勾六次 接下来勾第二次 第三针里面勾上一针 第四针里面勾上两针 第二次就勾好了 接下来我们把剩下的四次勾好 第三圈勾好之后呢 我们会由第二圈的十二个短针 变为十八个短针 大家一边勾呢 一边学着看这个勾针的编织图解 后期呢,我们就可以看着编织图解 自己独立勾编一小部分 好,第三圈就勾好了 进行一下引拔连接 好,第三圈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勾第四圈 第四圈呢,还是先勾一个变子针 作为起立针 第四圈我们是按照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再一个短针的方式 重复勾六次 首先我们在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第一个短针 做好标记 然后第二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加针 然后第三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短针 这是一个组合 一个短针,一个加针,再一个短针 这一整圈呢,需要重复地勾六次 接下来勾第二次 第四针里面勾上一针 第五针里面勾上两针 第六针里面勾上一针 第二次就勾好了 接下来我们把剩下的四次全部勾好 那么第四圈勾好之后呢 我们会由第三圈的十八个短针 变为二十四个短针 如果我们勾得对的话 我们这个针眼个数呢 是一针不多,一针不少的 正好是对应的 这个都是经过计算的 我们先把这个第四圈勾好 好,第四圈勾好之后 进行一下手尾先接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勾第五圈 先勾一个变子针 第五圈呢 我们是按照三个短针 一个加针的方式 重复勾六次 先勾好三个短针 这三个短针呢 占据三个针眼 然后接下来 第一针呢 忘记做标记了 先做好标记 接下来在第四个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加针 这是一个组合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组合需要勾六次 第二次先勾上三个短针 三X占据三个针眼 然后接下来 在新的针眼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加针 第二次就勾好了 按这个方法 我们把剩下的四次 全部勾好就可以了 那么把第五圈勾好之后呢 接下来简介我们就看到图解部分 把第六圈到第十二圈 全部勾好 我把图解打在屏幕上面 他也跟着图解来勾一下 好 节目们看一下 我们跟着图解呢 一直勾到了第十二圈 变成了三十六针 接下来我们勾第十三圈 先勾一个并子针 第十三圈呢 我们是按照两个短针 一个减针 再两个短针的方式 勾六次 我们先来勾第一次 先勾上两个短针 第一针里面勾一针 做好标记 然后第二针里面勾上一针 两个短针勾好之后 接下来我们勾短针的减针 我们需要把第三针前半针 这个单层线圈调起来 再把第四针的前半针 单层线圈调起来 然后勾针 勾住线 同时穿过这两个线圈 然后再并针 这是一个短针的减针 用字母符号A来表示 接下来再勾上两个短针 这是一个大的组合 接下来我们开始勾第二次 先勾上两个短针 2X 接下来勾上一个减针 调起一个前半针 再调起一个前半针 然后勾针 勾住线 穿过这两个线圈 然后再并针 这就是短针减针的勾法 接下来再勾上两个短针 第二次就勾好了 第三次 两个短针 我们主要是看一下减针 怎么来减 挑起一个前半针 再挑起一个前半针 拉线过来 并针 再勾上两个短针 第三次就勾好了 按这个方法 把剩下的三次全部勾好 那么把这个第十三圈勾好之后呢 接下来解决我们就看图解部分 把剩下的第十四圈到第十七圈 全部勾好就可以了 勾到第十六圈的时候呢 里面放上皮皮棉填充起来 我把图解在屏幕上面 大家跟着图解来勾一下 主要是用到了一个短针和一个减针的方法 我们都已经讲到过了 好了 我们根据前面的图解呢 一直勾到了第十七圈 第十七圈呢 我们是连续勾了六个短针的减针 那么最后剩下的六针 我们进行一下首尾三接 然后呢再把线这样拉过来 直接剪断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灯笼的主体就完成了 好了 我们把这个灯笼主体勾好之后呢 接下来再看图解部分 把这个灯笼上面的这个顶部 用黄色线勾好 还有底部呢 也用这个黄色线勾好就可以了 我把图解来在屏幕上面 大家把这两部分勾好 好 节目们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灯笼的顶部的最后一圈 第四圈已经勾好了 勾好之后呢 把线没拉长 我们还没有进行这个引拔连接 把线剪断 最后一圈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用缝和针来处理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是第一个短针针牙跳过去 从第二个短针针牙位置 这样穿针进去 找到最后的一个短针针牙 调它的后半针 连同下面这个小线圈 同时这样穿过来 把线这样拉紧 这个地方等于是缝了一个变子针 扣在了第一针短针上面 这样这一整圈都是变子针的模样 那么我们这个顶部这一部分就完成了 包括我们底部的这个圆片 最后一圈的手尾相接 也按这个方法来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我们勾一下上面的这条带子的部分 先这样 直接打一个线圈 然后勾针穿进去 适当拉小 然后我们就开始勾变子针 拉过来就可以了 绕住线拉过来 来回重复这个过程 上面这条带子 你想要勾长一点的话呢 你就可以多勾几针的变子针 想勾短一点的话呢 就少勾几针变子针 这个长短呢 根据自己个人的喜好来决定就可以了 就这样来回重复这个过程 带子勾好之后需要这样重叠起来的 再勾上几针 这个长度大概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然后呢把线拉长 直接剪断 我们这个带子就勾好了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固定在这个顶部的 这最中间的位置 直接这样 拉过来 然后呢我们在下面 记一个比较大的截儿 拉紧 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带子就拉不出去了 就卡在这个地方了 长的部分呢直接塞在里面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流苏的制作过程 取这样一段线大概15厘米左右就可以了 这个长度呢也可以加长或者缩短 喜欢这个流苏长的话就可以多留出一段距离 喜欢短的话呢就可以少留一段距离都可以 今天呢我们就取15厘米长的这样一个长度 然后我们就这样来回的霜起来 大家看一下 来回这样霜起来 重叠起来 喜欢这个流苏粗一些的话呢就可以多双几次 喜欢C点的话呢就可以少双几次 好刷完之后呢就可以把线直接剪断 然后呢这样对折起来 在中间的这个位置 我们找一根线绑一下 这样穿过来 这样穿过来 缠绕一下 然后呢 然后呢再把它绑起来 打一个结 绑紧 拉紧 再打一个结 这样就可以了 一定要给它拉紧 整理一下 接下来呢我们再找一根线 在这个地方呢再绑一下 把这个地方一定要给它理顺好 整理好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再找一根线 绑一下 可以先这样 对折一下 留一个线套 然后这样缠绕 然后这样缠绕 随后把这根线呢穿到这个线套里面来 拉紧 这一侧也拉紧 打一个线结 然后呢我们再整理一下 再把这两个线尾呢直接勾到里侧来 这样就可以了 最后呢我们再把这个流苏呢固定在这个底部 也是从这个底部最中间的这个位置 这样 穿过来 勾住这两根线 拉过来 留这样一段距离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再上面也是这样打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结 可以再打一次 再打一次 这样的话呢这个结就比较大了 然后把这个所有线尾呢都放在里面 一会缝起来就可以了 这样拉也拉不出来了 我们这个流苏就给它制作好了 后期呢再用剪刀把下面这一部分呢 给它整理一下 修剪一下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我们再用这黄色线 来装饰一下这个灯笼的主体 直接用这个大头针 来给它缝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黄线和之前的红色线尾 绑在一起 从中间部分 穿出来 从这上面的中间部分穿出来 然后这样拉下来 还是从最中心的位置 这样穿上来 然后呢在这一侧 这样拉下来 再穿回来 然后呢在这一侧 这样拉下来 穿出来 再这样 对应着 穿出来 再这样 再这样拉过来 这个黄色线呢 留短了 我们可以直接 再接上一段距离 直接这样穿起来 直接这样穿起来 把两个线尾呢 绑在一起 这个接头正好可以给它 拉在这个底部 我们这样穿出来 把连接的这个 截的这个地方 拉到里面去 然后接下来 继续这个过程 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的一个过程 再这样 拉过来 这样穿出来 把最后一根线这样 拉好 穿出来 好了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就装饰好了 把这个地方调整一下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直接 剪断线了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 顶部缝起来 缝在这个 灯笼的主体上面 把所有线尾都藏在 这个里面 直接这样扣起来 我们来缝一下 就扣在最中心的位置 就这样顺着这个 顶部的这个 圆的轮廓 这样缝起来 就可以了 好了 我们把这个顶部 缝好之后 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这个底部也缝起来 大家看一下 也是给它扣在这个底部的 最中心的这个位置 顺着这个圆的轮廓 缝上这样的一圈就可以了 把所有线尾全部藏在里面 这个底部缝起来就更加的简单了 它是一个圆片 直接顺着这个圆的轮廓 来缝就可以了 灯笼主体穿一针 然后这个底片穿一针 就这样顺着这个圆的轮廓 把底片缝好 好了 把顶部和底部全部缝好之后呢 最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流速的部分 修剪一下 把下面不整齐的部分 可以直接这样剪断 流速修剪好之后呢 我们这个小灯笼就完成了 好了 感谢姐妹们的观看 我是君恩姐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